请收看惠律法师冯雪讲座 第二句话 孝顺父母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不管你爸爸你妈妈做对得起这些侄女 对不起你这些侄女 你就是一定要孝顺他 佛地侄没有嗔恨心 没有报复心 虽然说爸爸妈妈以前做的不怎么好 把你们丢下来 或者是有一些行为乖意 对这些侄女也不怎么照顾 对不对 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第二句话 孝顺父母 其实啊 所以师父看到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净土法门 这一句话很重要 所以你看我们从小的时候我爸爸 也没有养我们啊 是不是 他自己跑到北京当状元 你看把我妈妈丢下 来在台湾 是不是啊 做清道夫啊 然后去人家洗衣服了 啊 我们过得多么辛苦啊 爸爸老了呢 我们也是这样孝顺的 钱也是我每个月会回去的 有兄弟啊 就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啊 我们没有说 哎呀你以前我们我三岁的时候 爸爸就离开 对不对 那按照道理来讲的话 他根本一辈子都没有养我啊 我为什么要出钱呢 哎 因为我们沿读过净土法门 知道孝敬父母是往生净土的必要条件 所以第二孝敬父母 不管你爸爸妈妈对你好不好 就要孝顺他 不要忤逆他 这是条件啊 第三 叫做奉仕师长 奉仕师长 就是说世间 初世间 就是曾经教过你的师长 那么尤其是初世间的师父呢 教导你啊 佛法让你有正知正见迈向 无上的大菩提大涅槃道路 是谁的恩呢 是师长的恩呢 所以诸位法师 不管你的上人是谁 是不是啊 啊 记得 你回到你的长处 就是一定要孝敬奉仕你的师长 奉仕你的师长 就是衣食住行 师父有交代什么 要好好的去做 所以千供养万供养 脸上无称真供养 就是对你的上人 就是要面带和缘夜色 是不是 啊 不要叫他扫一个地了 绷一个老K的脸 哎 是不是啊 那个脸啊 始终一点笑容都没有 这样不叫做奉仕师长 要给父母亲啊 饭吃 这个还不简单 这个养狗 没什么两样啊 哎 可是你就是要有笑容 你要奉仕师长 孝顺父母 都要脸上无称啊 是不是 不可以忤逆你的上人啊 因为他是你的法身会命啊 虽然你的上人 假设说你的上人 不会 讲究说法 但是呢 他这一刀给你剃肚 你今天能够披上袈裟 受人供养 是谁给你的 是你的上人那一刀啊 给你剃肚啊 你今天能够披加沙 列入深宝 这个恩 一辈子都报不完啊 啊 所以 有比丘来 就这里要挂单 他不知道我这里的情形 他来到这里了 就一直批评他的常住 他的上人 啊 他说 他要挂单 这好久以前的事了 我立刻命令当家师 立刻请他签单 这样一个从那个常住出来的 就一直批评他的常住 批评他的上人 这哪里是一个修学辅导 所应该有的态度呢 也许他上人做的不怎么圆满啊 但是做徒弟的不应该如此啊 你这个往生净土是绝对有障碍的 奉事师长嘛 是不是 包括背后不能攻击他嘛 人家会看清你的啊 你剃肚的法师 在你的心中一点分量都没有 你到别的道场 拼命的挖你上人的苍巴 他批评你的上人 你看那个道场对你有什么看法 对不对 瞧不起你啊 啊 会在你面前说别人坏 说别人坏话的人 也一定有一天在别人面前会说你的坏话 所以第三点 叫做奉事师长 第四点 叫做 慈心不杀 第四句话 慈心不杀 啊 你修习佛道 就是不能杀神 啊 第 最后一句话 叫做行食善业 要行食善业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是有条件的 极乐世界不是垃圾堆啊 不是哪一个人来通通收呢 他要有符合 啊 无量受精的条件啊 啊 要背起来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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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